很多时候男女在遇到爱情的时候都是懵懵懂懂 不知道对方的明确心意会有慢半拍的节奏 其实很多时候男女之间做过这四件事 就说明他的心里有你了 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说异性之间男人有这三种表现 就是爱上你了 一,他会每天跟你道晚安 一个男人只有在真心喜欢你的情况下 才能做到每天都对你道晚安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心思不在你身上 是做不到对你那么关注的 不会每天睡前找你聊天 跟你分享一天的日常 提醒你早点休息 这些都是一个男人喜欢你的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内心有你 是坚持不下去的 所以说能够每天给你道晚安的人 都是爱你的人 二,朋友圈有你的存在 现在每个人的圈子分享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 可能是朋友亲人 也可能会是在乎你的人 一个男人朋友圈经常提到你 那么就已经是习惯你在他的生活里了 所以才会处处有你的影子 但之前你都是因为爱你 才会想要把你带进他的生活里 所以说一个男人朋友圈经常有你 就说明他是喜欢你的 三,会跟你分享日常 给你制造浪漫 一个男人能够对你弹露心声 能够跟你分享自己的日常 让你真实地了解他 那么就说明他已经非常信任你 把你当作最爱的人了 才会愿意分享 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如果在平淡的生活中 还会为你制造一点小惊喜 小浪漫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唱歌给你听 那么就说明他是真的爱上你了 才会对你如此伤心关注 在生活中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他的每个举动都会是因为你 会把最好的爱给你 所以说当一个男人有这三种表现时 就是真的喜欢你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感情 就要好好把握 好 嗯 一 players 要一开始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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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